是 又到了輕鬆賞車的時間 大家現在應該是在用餐吧 用大家用餐的時候 其實可以在手機前面非常舒服的 邊吃飯邊看看今天的直播賞車 因為今天直播賞車為什麼你們要坐呢 因為這個車款實在是太重要 在國內國產市場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型房車的集聚 那就是神車 Artis Artis現在是目前已經脈絡全新第12代的車型 除了內外觀大幅的改變之外 而且還導入了全新首度 有了一個Hybrid的動力架構 而且還是TNGA的模組化的系統 模組化的底盤全部都導入在新世代的Artis身上 今天的直播賞車也不會只有我一個 我們還邀請到了非常帥氣非常專業的銷售業袋 就是我們的銀修安 哈囉 修安 嗨 Rick 嗨 大家好 我要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我是南海旗艦店的銷售經理林修安 很高興今天跟大家一起來看這台全新的Artis 那我如果說有需要購車上的服務的話 都可以直接拨打我的電話 那有車子的問題也可以問我 謝謝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這次呢在這個12代Artis呢 我們銷售人員對這台車非常有信心 因為它從造型上面就已經採用很多的立體線條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立體線條 除了增加車身的剛性以外 也可以讓車身看起來更有流線感 以及呢在風阻上面呢 它也可以減少你的風阻 包含我們的LED日行燈 以及呢我們LED的那個投射式頭燈 以及在我們Hybrid的特殊裡面 會有一個特殊的藍色的造型 這個我那時候昨天看到車的時候 而且這邊有一條藍色的線 對 我們在即使在一個細度的地方 也會做一個點綴這樣子 對對對 細部的地方 那在下方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 下方這個霧燈的部分呢 它也是LED燈組 喔 OK OK 對 那我們的線條呢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線條從車頭向兩側延伸到車尾 以及呢 用我們大量採用這個鍍鉻的線條 去勾勒出 用C型的造型去勾勒出車身的線條 對對對 而且質感也向上提升了 對 沒錯 它現在整個氣霸也都是 鋼琴烤漆界面 是 鋼琴烤漆界面 是 鋼琴烤漆界面 以及呢 在安全上面外觀上面有看到 這邊都有一個3D環境的鏡頭 那上方這個呢 就是毫米微波雷達 所以從外觀可以辨識出 我們這台車已經採用最新的Toyota Sensor了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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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ybrid車型 對 Hybrid車型 以及全車型都有這個配備 都有這個配備 我們目前全等級都有這個安全系統 哇 那講到這個安全系統我們要講說 我們現在Toyota呢 這個是TNGA 是 TNGA在我們Toyota一個 是一個全新的全球架構 在這個全球架構除了底盤 以及工程焊點技術上面 以及安全性上面 以及呢 在我們的懸吊上面都有很棒的 很大的調整 對對對 也就是 請問剛剛我們提到 我剛剛有提到那個TNGA 其實TNGA其實 是不是不包含只有底盤而已 是 沒錯 以工程上面來講的話呢 它在過去上面呢 增加了非常多的焊點 以焊點的部分 較傳統的焊點呢 增加了30% 喔 30% 那車身來講的抗扭力性 就是我們車身呢 其實像這個車子是底盤 它的平整性抗扭性 增加了60% 那車子的部分 A柱跟B柱的部分呢 它都有加寬及加厚 以及 我們目前呢 TNGA除了剛性以外呢 還有一些安全的 主動安全配備 對 上面也做了體存 比如說像ACC PCS 預警式煞車輔助 以及車道偏移 盲點偵測 在我們新世代的TNGA上面來講的話 這都算是蠻標準的配備了 對 而且全新世代的Altis都標配配的 七顆氣囊都是標配 七顆氣囊都是標配 沒錯 OK 我們現在看看車側的部分 是 講到車側來講 我們首先看到 Hybrid的名牌 可以知道我們這次Altis的部分呢 首次導入了Hybrid的這個 這個系統 對 在這個系統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 以Players一樣1.8來講的話 都要到110萬左右才買得到 但是呢 我們現在只要81萬起就有了 81萬起就有了 因為Hybrid車型的話 它有分等級 兩個等級 那在這個Hybrid上面來講的話 除了省油以外 它1公升可以跑到25.8公里 真的是很省油 那採用四代的油電技術 這個油電技術等一下會跟你們 稍微裡面會講說 它有一個MOD的按鍵可以調整它的模式 有三種 對 有三種模式 三種駕駛模式可以切換 對 而且這次的Hybrid系統還有 8年16萬公里的保固 沒錯 我們這次保固提升了 變比較久 好 車側的部分 其實我們還要看到 這次很明顯的是 後視鏡往下移了 對 沒錯 我們的TNG2裡面呢 還有一個在視野上的技術有做調整 首先呢 它除了調整前方的 儀表板的介面向下以外呢 它把後視鏡的位置也向下調整了 並且多了一個死角窗 讓你在前方看到的時候呢 視野增加了20% 喔 真的 所以它視野有增加 有增加 對 我們舊的Artist 11.5代的時候呢 在這個橫樑的部分呢 下方這個樑的部分呢 是採用焊接式 總共有三片 三片 現在呢 為一體成型 一體成型 所以一體成型的話 它的剛性會比較好 以及在Hybrid車款的正下方 多了三支的 剛性的鋁合金橫板 它下方有多橫桿 三支 那如果汽油板的話 一樣有兩支橫桿 可以提升車子本身的剛性 抗油去性同時也提升了 對 沒錯 在另外一個方面 因為我們剛性變好以外呢 我們甚至還把下方的隔音 重新都設計過了 如果把座椅的下方的飾板 拿起來看的話 它基本上幾乎沒有任何的空隙 所以整個底盤來講 它全部都把隔音棉鋪滿了 以及增加11片的特殊材質的隔音棉 在底盤下方 哇 真的是進化 小細節也同步的提升了 沒錯 這個裡面其實暗藏玄機 在我們TOYOTA裡面的話 這個後懸吊的話 是採用雙AB的後懸吊 雙AB 雙AB很多人講 它確實是比較高成本 但是它最主要的優點在於說 提高了操縱性 因為它是雙AB加多連桿 所以它的後方的輪胎 接觸地面的面積就會增大 所以當你在過山路的時候 它會讓你在過彎道的時候更有信心 那在這點要怎麼看出來呢 譬如說像我們後方門板內 這邊首次採用1670M-PAR的鋼梁 它其實它是非常堅固 因為以往的車子最硬也不過1500M-PAR 不過我們現在的車子 我們新一代的車子採用1670M-PAR 其實這是符合外國的法規的 那TNGA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不只是台灣 我們這個車子呢 即使到任何的國家 我們的法規來講的話 也可以符合 喔 了解了解 OK 這個尾燈是採用我們全新的 就是光條式的尾燈 對 那在下方的時候 下方的地方呢 有做一個倒露斗型的設計 沒錯 所以這已經倒梯型的設計 已經成為我們Toyota的一種KING LOOK了 以前的雷達都會有一點點凸出來 大概在0.1公分左右 可是現在的雷達都是坎路式的 喔 幾乎全平面的 對 幾乎全平面的 那講到車尾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再稍微帶入一下 我們這次Toyota國瑞呢 為了讓這台車的品質跟日本一樣好 我們花了60億 把日本的機具設備以及流程 帶入了我們台灣的中立國瑞廠 我前陣子有去參觀過 喔 OK 那我們Toyota這次 所以這個車子啊 造車上真的是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OK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雖然我們這次車子的高度有調整 調低2公分 因為為了操控性 對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後車廂跟上一代 是一模一樣大的 它有到470公升喔 470公升 像你們現在看到呢 它的設計呢 除了後車廂大以外 它的高度設計也非常的好 對 因為它從這個地方的高度到地板是69公分 OK 所以在重物的時候 比較不用出那麼多的力氣 OK 以及呢這個開口可以來到111公分 對 以及深度的部分可以來到105公分 105公分 以及車廂內的高度可以來到45公分 喔 所以它其實空間表現很不錯啊 很不錯 如果真的還不夠的話 可以把座椅再往前傾倒 可以延續 有一個64分離的一個座椅 有一個64分離的座椅設計 基本上這個空間其實跟上一代一樣大的 對 OK 那在我們現在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內裝上有做一個很大的調整 對 我們的內裝呢是採用大量採用皮質的包覆 嗯 軟質 皮質軟質的包覆 對 以及呢在側邊的部分呢大量採用鋼琴烤漆 真的耶 那以及下方是採用霧銀的握把 所以你會發現質感上面會提升滿多的 在我們後視鏡的部分來講的話 新的設計來講 都是從這邊做調整 以及自動收折的部分也有 自動收折的部分也有 所以很多配備已經全部就是往上提升了 其實我每次在講到這個部分 很多人都會問說 這台車有沒有速控上鎖 目前來講的話呢就是 有 因為我剛剛是有 我剛剛在開的時候 大概在25公里左右 20公里上下就會自己上鎖 對沒錯 嗯 我們這邊下方的話呢 有非常多的新型的按鈕 在這個按鈕上面 除了可以調整頭燈的水平高度以外 它多了一個 頭燈的自動遠近燈切換的系統 自動遠近燈 對 以及呢這邊有一個按鍵呢 可以即時的調整360度環境影像的開關 OK你按下去就有了對不對 對按下去的時候就會有 好等一下 對就在這邊 現在畫面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但是等一下我們可以再示範一下 你按了也可以 然後你要用倒車的時候 它這個360度的環境也會自動切換 但是呢如果你打開的時候 你開到一定的時速之後 它還是會自動關掉 自動關掉 因為行車安全 沒錯沒錯 好那看看駕駛介面的部分 好全新的介面上面來講的話呢 中間採用7吋的NID的顯示螢幕 它除了可以提供大量的車輛資訊以外呢 它也可以切換模式 對 比如說你可以選擇就是指針模式 以及呢數字模式 對 像現在都是數字模式 數字模式 對 那在Hybrid的頂級車型來講的話 前方有配置一個抬頭顯示器 抬頭顯示器 對 它可以在駕駛座的地方 看得到抬頭顯示器的數字 以及車輛的資訊 對 可是在其他角度上面 它其實是看不到的 對 像我現在坐在副駕駛座 我看不到抬頭顯示器 對沒錯 但是只有駕駛座看得到 駕駛座看得到 那我們現在把車子所有的按鍵的介面呢 都整合在方向盤的兩側的位置 對 不像以前定速撥桿還要在後方 對 現在定速撥桿 用一個大拇指就可以控制了 是是是 對 那車道偏移以及車輛的 車道偏移以及車距調整 也都在這個位置 我們車距的跟車系統可以分 三段式調整 嗯 以及車道偏移的時候呢 它附有輔助拉震的功能 哦 它的方向盤會有自動一個修正 會有一個主力在 主力在 對 對 以及呢我們這台車有附聲控模式 嗯 接電話以及藍牙連接 這些都有了 這些都有了 那 頭燈的部分的話是採用自動的光感應頭燈 嗯 它有AUTO可以切AUTO 可以直接切AUTO 所以這可以省掉 我們有時候忘記關燈 可能會有時候沒有電的困擾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中控台的部分 而且我發現這次按鍵已經大幅簡化了 大幅簡化 對不對 現在只有這幾個按鍵而已 沒錯 因為這台車子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在冷氣的系統裡面 除了傳統的智慧功能以外 它還可以測量每一個位置有沒有坐人 來達到冷氣最大的功效 這個就是智慧型的一個冷氣功能 智慧型冷氣 如果說假設我們現在副駕駛座 沒有坐人的狀況下的話 副駕駛座的風口它就不會送風 但是如果副駕駛座有坐人的狀況下 它的風口就會送風 以及剛上車的時候它會加強風量 剛上車的時候會加強風量 那我們這套系統來講 除了可以節能以外 也可以快速的冷車 太棒了 不會讓你夏天覺得很熱這樣 OK 所以現在我覺得它那個按鍵倒不簡化 反而增加了一些車室的收納空間 對 車室在前方這邊已經增加了收納空間 平常鑰匙有位置可以放 可以放這裡 以及我們剛才講到的Hybrid 4代的技術裡面 有一個Driver Mode的技術 對 在我們排檔桿的左上方 對 它可以藉由切換Mode的方式 來達到車子最佳的省油性 是是是 最大的馬力 所以我們Toyota在這個地方 花了很多心思去把這個 如何在使用下 會達到車子最高的功率的設定 把它設定好了 以及這邊有循跡防滑的開關鍵 對 EV Mode 就是純電模式 對 那電量充足的時候 它可以整台車是幾乎完全沒有聲音的 對 那完全沒有聲音其實有一點危險 所以我們Toyota又做了一個功能就是 如果車子在純電模式下的時候 它在外面的話會聽到一個 輕微的馬達聲 OK 它是模擬出來的 模擬出來的馬達聲 那目前來講的話 這邊一樣是雙杯架的設計 然後這邊都是鋼琴透氣介面 對 質感也很好 軟質的 對 然後這邊有個裝扶手 裝扶手 裡面的 把那個12V的充電開關就放在這邊了 對 沒錯 放在這邊了 OK 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現在要講的就是 我現在摸的地方都是軟質 它都是軟質 它其實設計的都是軟質的 都是軟質皮革 包含這個門板這邊都是軟質的 對 軟質跟皮革一起 哇 質感大幅低深 大幅低深 車模線啊這樣 對 確實好上很多 然後這邊也是 用霧銀飾板 霧銀的飾條 做一個勾熱 對 我們的內面 應該說把手 內把手這邊其實都是 鋼琴烤漆介面 加上一個霧銀飾板 對 沒錯 整個質感就 都是彩複合式的 對 真的很漂亮 對 大家可以來 就來這裡 好 在我們現在 新款的Artis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到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增加了後座冷氣的出風口 配合我們剛才所用的 智慧冷氣系統的話 其實後座有乘坐的狀況下 它也可以感知得到 對 所以呢 這個出風口也會因為 它有感測到重量 而有出風口的出風 再來就是說呢 對於一些 有家庭的話 有小朋友的話 它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是 它已經不只用傳統的 iSophis了 是喔 它有iSet 就是我們的安全 兒童安全座椅其實有分兩種 對 它有分為就是說呢 直接從這個地方扣住的 對 以及倒裝的 然後呢它會走前面有一隻橫桿往下的 所以呢 它目前適用的安全座椅的話 比較多種 好 剛剛那個我們駕駛的一個空間的一個部分 這邊都還有兩個圈頭空間 然後腿部其實還有空間可以伸展 然後這次呢 特別強調在前座跟後座的一個著座點的部分呢 都特別有下降 前面是下降2.3公分 是 所以這整個後面也是有下降 所以它基本上會讓整個乘坐感呢 重心呢更加的下降 然後變成說 整個操控起來感受你會坐的會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椅面的這個傾斜的角度呢 我覺得其實也非常OK的 在椅背方面它有做一個內凹 做一個內凹 然後都是皮革的 其實我其實蠻建議大家可以去展示間 這個禮拜的六日展示間應該都會有車可以試騎上車 它那個皮革啊 觸感其實是非常不錯 我覺得很軟 摸起來蠻軟的 蠻舒適的 如果搭配一個車縫線 所以質感都向上提升了 我剛剛講到的 椅背這邊都有進行一個內凹的設計 所以讓椅子做起來呢 我會覺得還是有一些支撐性可以提供的 在你現在摸到這個皮椅 它的摸起來很舒服 但是實際上它是經過可以 我們有機器反覆的摸它 經過測試過 所以它非常的耐磨 非常的耐磨 因為我們有機器在那邊試 是喔好特別喔 OK 我們黃家松問說後座中間位置好做嗎 好 後座中間的位置 因為後座中間的位置其實 我現在坐起來 因為它還有一個 高負性的差異 對 它還有一個後座的自背架空間 有兩個自背架 所以它會稍微有點挺 有點挺正常的 然後它最主要的是 在這個中央部這邊其實也沒有很高 大概一個拳頭左右的高度 大概一個拳頭左右的高度 一個拳頭左右的高度 我是覺得還OK 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是短途的乘坐 我覺得是OK的 短途的乘坐 基本上或者是小孩子是OK的 但是其實這兩邊的座椅 我覺得會比較舒服 這邊回覆給黃先生 OK 那一樣 這個Hybrid動力系統 還是提供給國內的消費者 所有買Altis Hybrid的消費者 有一個8年16萬公里的一個電池的保固 電池的保固 好 那動力的話 讓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好沒問題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系統來講的話 剛剛有講到我們國內廠花了很大的經費 把日本的器材引進進來 那我們為了把這個油電引擎做得跟日本的品質一樣好 所以我們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做這個引擎 那在這個引擎的部分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主引擎的部分 它跟一般的汽車不同 這邊有一個高壓電的增壓器 對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它感覺上 以前這邊就是一個電瓶跟空氣濾清器 沒錯 這邊又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實際上來講 它除了節能以外呢 它其實動力也蠻不錯的 因為其實在馬達的扭力提供來講 其實起步其實感受不錯 可以感受看看 它也帶給我們122匹的馬力 可是實際上我在駕馭的時候 它其實比一般汽油車122匹來的好得多 感覺上好得多 好得多 對對對 那我們這個引擎來講 我們先講一下 它現在的材質都是採全鋁合金的 很多人擔心說這個油電車會不會比較難保養 其實這個問題是肯定的 它絕對不會很難保養 因為它跟汽車的保養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尤其在我們Toyota提供了這麼長的保固之後 你不用再擔心說後面電池的問題 因為這個電池四代的技術 其實我們電池 它有一定的技術可以讓它使用起來 基本上來講的話 不像之前的電池 耐用度更高 減輕 以及裡面有168顆的 涅輕電池的串連 那在這個電池來講的話 它甚至在底盤的位置上面 把底盤的位置向下調整 讓你的整個電瓶能夠砍入車子的底盤內 而不會造成說你後座的高度 沒辦法下降 以往的那個電池是放在後行李箱的後面 後行李箱會有一個位置 那現在已經放在後座的下面 對 在下方了 後座的下面 就是座椅的下面 座椅的下面 所以重心也會比之前來得好 對 那Toyota甚至把電池的重量 以及引擎的重量考慮進去之後呢 它在重量的配置上面來講 是比較平均的喔 它不會讓你感覺有一個頭重腳輕的感覺 對 在這台車的隔音上面的工程 其實我們還是做得很細心 你可以看到後方的防火隔音棉幾乎全塞滿了 對 在我們國內的工廠的夥伴都說 坐這台車子其實非常不容易 因為它每個螺絲的鎖點 它的尖隙其實尖隙非常的小 造成他們在安裝這個車子的時候 其實他們要很小心 讓它整個東西密合度很高 密合度很高 以及外面這邊其實都已經有增加 所有的隔音材質 隔音材質 以及這個地方 本來有做一個 軟管 就是開引擎蓋的位置 它甚至都會有包覆起來 真的耶 它其實很多器材都有做了 對 我認為說我們這台車子 我們業務同仁非常有信心 這台車子一定會大賣 好 OK的 希望大家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 我在南崁旗艦店服務 我是南崁旗艦店的銷售經理 我姓林 歡迎各位同仁 如果說各位夥伴 或各位朋友 想要買車的話請第一指名我 謝謝 OK 南崁的營業所 找修安 林修安 它就會結成的為各位服務了 OK 那我們今天直播賞車這邊告一段落了喔 下次我們還有其他的車款也會 如果可以 時間上OK的話 我們都會來進行直播賞車的直播 或者是大家拍個影片之類的 讓大家可以很快的很即時的 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車款 新車款等等 OK 那購車去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